库房的兄弟们昨天是拉回来一车服务器 一共有三个型号 一个是超微的4029服务器 还有一个戴着的2640服务器 还有一个是戴着的2730XD服务器 这两天我不是去先出差了吗 昨天半夜就是12点多才回来 应该说今天啊 今天我刚回来才是两三个小时啊 现在应该是凌晨3点45了 3点45了 我刚才准备洗手洗手 准备睡觉了 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然后把这事拿出来给大家说道说道 在从先回北京的路上 库房的兄弟们就是把今天拉回来的一车服务器啊 整理成了一个清单发布了 说实话 到北京已经就是半夜了 到现在我还没见到这车服务器的一个 就这个面都没见到呢 基本上就像这种量比较少的单子吧 可能就是几百台 两三百台机器这种单子吧 都是扣服务器要报废的清单发给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公司 然后根据这个报废清单嘛 直接报价 如果这个客户觉得我能报价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会直接通知我们过去验货拉货 整体下来周期就是很短 废话不多说 我把今天这个清单给大家就是简单说说 就看看这批货里面有没有你们需要的 先说这个超微的4029吧 它是一款8卡的4U服务器 4U就是挺厚的那个服务器啊 每台服务器里面有8张 就是2080Ti 2080Ti显卡 有12个32级内通条 CPU呢 是两颗就是英特尔金牌 630 没有硬盘 最近这两年就是很多公司在出服务器的时候 都会把硬盘就直接报废了 在处置机器的时候 往往就是没有硬盘的 如果你哪一朋友就想知道这企业一般是怎么报废硬盘的朋友啊 你可以去翻看我以前的视频 我其中有一条视频是专门介绍的报废硬盘的常见的一个方法呢 你像这个常见的报废硬盘的方法 比如格式化呀 什么消磁啊 物理破坏啊 等等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找找啊 再说一块就是服务器是戴尔登2730XD 也是有200多台吧 是两优的服务器 这款服务器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比较老旧了啊 但是现在市面上对这款服务器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有210多台 就是730XD一种大盘的 就是大盘位的一个机器 它是安装35寸的硬盘的 还有几十台 就是730XD是小盘位的 就是安装这种 2.5寸小硬盘的 具体730XD安装什么CPU 我是忘了啊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就是 它是CPU肯定是 就是26系列的这种V4CPU 内存呢 它是8根的16G内存条 网坎的就是四口千兆 或者两口万兆吧 电源呢 就是550瓦的这种容易电源 再说第三款服务器 第三款服务器的情况就是 戴尔的R640 它是一款EU的服务器 R640它比730就会好一些 毕竟呢 它是戴尔的第14代服务器 而R730XD呢 它是戴尔的第13代服务器 是不是有些人对戴尔的 第几代产品就不太了解 我简单说一下吧 就简单说一下 戴尔的服务器型号 让大家对戴尔的服务器型号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戴尔它其实有 它这个服务器有几大系列的服务器吧 比如说我刚才说这种R系列的 就是R730740啊 就是R系列的是 它们是机架式服务器 除此之外 它还有C系列的计算性服务器 还有T系列的塔式服务器 还有这个M系列的刀片式服务器 还有这个XR系列的边缘服务器 等等吧 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中心啊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R系列的机架式服务器 因为它这个比较省地方 咱们就是简单说说这种 就是戴尔的机架式服务器吧 就是机架式服务器 它被分为不同的这个代系 你比如第12代 13代 14代 第15代 等等吧 你想这个 再举个例子 就像R720 R820 R620 等等 这就属于 这个戴尔的第12代服务器 你想R什么430啊 730啊 什么什么630啊 等等吧 这都属于戴尔的第13代服务器 你再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种R640吧 你还用R740 R830等等吧 它这就属于戴尔的第14代产品 就是这样说 大家可能是不是对这个戴尔的系列 就是R系列的服务器 有一些明白了 其实主要是看它型号的第二位数字 如果就是第二位的数字 它是几就代表第十几代产品 说的好像有点多了 就是视频的时间有限 我就是想到哪说到哪 我每次拍视频 就是比较随意 没有特定的一个主题 就是想到哪说到哪 大家有什么服务器相关的问题 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有时间的话 我在后续的视频 会给大家逐一的回复 谢谢观看 期待